嗨 大家好 我是妮可 我這次想要針對臉部毛孔粗大的問題來做改善 還有臉部肌膚摸起來很粗糙 就是另外還有不管怎麼樣上妝啊 粉底都會有一塊一塊斑駁的狀況 我敢保證用了我開箱的這一系列呢 真的只需要一天的時間就可以感受到 肌膚滑嫩水煮肌的感覺喔 毛孔粗大的問題啊 原因是有白白種 我老實說我年輕的時候就是很手殘啊 很手健啊 特別喜歡自己用那個粉刺棒去擠自己的鼻頭粉刺 就是那種特別的療癒感 之後呢 擠到鼻子都紅通通的 年輕的時候呢 都不知道怎麼樣做才是正確的 去做青粉刺的動作 而且啊 還不知道要去做毛孔收斂這個動作 所以現在呢 就是草莓鼻非常的嚴重 就是連上妝啊 鼻子都是坑坑巴巴 都是凍凍 喔 真的很可怕 而且真的很難讓鼻子整個完整的平整 基本上呢 想要回去原本的肌膚的樣子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我這次想要與大家來分享韓國的品牌 之前呢 我有用過他們家的粉底 而且還有就是外包裝長得像真筒的那種遮瑕膏 是真的非常好用喔 那這次呢 最主要是要與大家來分享 因為我被廣告真的是騷到不行了 之後我就去看YouTube七七老大的分享 我就想說 好 那不如我來試試看 那我就下單購物了 這次呢 我沒有特別業配喔 也沒有收錢喔 所以就是 特別買了這個 我就是來先測試看看 那這三款都是針對毛孔 粗大 還有容易出油的 皮膚容易特別出油的人 可以使用 就是 第一罐呢 是這個 Liro的毛孔爽膚棉 2.0 是最新的版本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現在非常推薦的 這一個 果酸全日毛孔面霜 還有另外一個 也都是這個藍色 真藍色的 果酸全日毛孔精華 這罐真的很厲害 我就是先被這個的 廣告給燒到一個不行 洗完臉之後的第一步驟呢 就是使用這一罐 Liro的毛孔爽膚棉 2.0 先使用比較粗的那一面來做去角質 之後再使用比較細柔的那一面來擦整張臉 在按摩或是按壓的方式來讓它吸收 它裡面還有很貼心的有附上一個小夾子 裡面有一個小夾子 還有一個內層蓋 就是讓小夾子有一個專屬的家 再來呢 就是使用Liro的果酸全日毛孔精華 哇 這一罐 這一罐啊 非常的不可思議 用量也不需要很多 按壓的時候非常好控制用量 而且呢 它的質地是非常的均勻 延展性非常好 可以一點點就可以擦整張臉 就是慢慢的去補加 去增加它的用量這樣子 你覺得太少再去增加 所以一次不需要擠壓的太多 我剛開始呢 我都會先輕輕的按壓肌膚 讓精華液吸收 剛開始呢 觸摸肌膚會覺得有點黏黏的 但是 重點喔 它不厚重 之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上面霜囉 這一罐果酸全日毛孔面霜 它的顏色啊 是有點藍藍的 有點藍藍的 它也有帶一點淡淡的香味 有點藍藍的 這個味道呢 我自己聞起來 我是覺得蠻舒服的 不至於到讓人家會感覺 聞起來不喜歡 擦完這一罐面霜之後 肌膚也完全不會感覺到黏膩 也不會有任何的厚重感 之後呢 你再摸肌膚 會覺得 哇賽 這是什麼黑科技啊 我才剛擦而已喔 皮膚摸起來的觸感 真的像水煮蛋的肌膚 好平滑 我跟你們說 剛開始你去摸肌膚 還沒有使用的時候喔 你去摸肌膚都有那種粗糙顆粒感 就算你有去用去角質也一樣 就是那種粗糙顆粒感 可是你用了這三罐之後 真的 你就會覺得說 你隔天上妝 你絕對會超驚艷 因為你的妝感會超級的服貼 服貼到你自己都會嚇一跳 我就是嚇到了 所以我才寧願 我很甘願的來拍這支影片給你們大家 這就是我用過 還在回購的保養品 因為我真的感覺 它真的讓我的毛孔有變小 當然呢 不可能完全就像是整個變得超級小 已經恢復到原本的肌膚的樣子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可以讓我的肌膚真的是 真的明顯有變小 因為我有使用手機的APP 是檢測肌膚用的 我覺得這個軟體算是堪用啦 但不能跟你專業的來做比較 它可以確實的去真正的去記錄 你每一天的肌膚的狀況 當然也是連毛孔粗大的問題的記錄 全部都會記錄在你的手機裡面 就是從你第一天開始到你最後一天 就比如說今天 它還會有一個曲線圖 我的毛孔是真的非常粗大的那一種 真的很粗大的 就是那種真正的草莓筆 我的肌膚也算是微敏感肌 就是臉頰這邊會有點泛紅 但是我目前使用了2.0的版本 也沒有過敏的問題 但是就是以每個人的使用狀況 還有感受度不同 以上是我提供給大家做參考的心得 那我對於這三項產品的真心給予的評分呢 如果是滿分6顆星的話呢 這一款爽膚棉2.0 我給予5顆星 因為價格整體算起來的話是比較偏高 但是效果是真的是有感的 那我不會說每天都一定會使用它 我就是一天有用一天休息 一天有用一天休息 那另外呢就是果酸全日毛孔精華 我給予5顆星 因為我覺得它用量算是蠻少的 而且呢它的就是可以讓我一罐用的時間蠻長的啦 而且質地延展性很不錯 唯一的就是需要等待它吸收後摸起來 會有一點黏黏的 這就是小小的缺點對我來講啦 不過呢就是一定臭面要擦上乳霜類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囉 再來就是這罐全日毛孔面霜 這個我就會給它6顆星了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算是 酸類面霜中呢算是很保濕的 而且面霜啊總是會讓人感覺到 好像很厚重喔 而且這一罐完全是真的不會 晚上使用的時候也不用擔心 臉上黏黏的會黏到被子啊不舒服 早上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而且這一罐也不會跟你的底妝打架 是我真的覺得非常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跟我一樣對於自己的毛孔粗大 還有憤刺非常多的人 恐怖的草莓筆啊 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 真的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是比較敏感性肌膚的朋友們 就可以使用它官網上面有綠色的那種 比較舒緩的款式 那你們就可以去挑選 或去詢問他們官網客服 你是怎麼樣的肌膚 會比較適合使用怎麼樣的產品這樣子 我個人是這樣 但是我是沒有詢問他們客服啦 因為我是真的被廣告騷到了 我想說我先試試看 對 我是以冒著勇敢的心去做這個測試 那如果你們對於這三罐產品 使用上呢 有任何的問題 還是你有想要詢問的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那影片下方我也會附上我這一次的圖文的心得給大家 那有任何問題可以留言給我 告訴我我也會直接的回覆給你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還是你的朋友也跟你一樣 還是跟我一樣有同樣的毛孔問題呢 有的話呢 趕快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是分享出去給任何人 讓他們知道這個產品有多厲害 如果你有用過的話 真的好用 分享出去 拜託拜託 我沒有要推薦他們的東西 我也沒有拿他們的錢 但是我真的就是我用過 真的覺得好用才會分享 每一項產品沒有是十全十美的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幫我分享這支影片 還有幫我點個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要記得喔 開啟訂閱小鈴鐺 才會接收到我影片的最新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現在先來開箱 現在先來開箱 這樣就花三千多塊了 這什麼 哇這是送的 全能透亮精脆 這個是送的耶 它送真的送蠻多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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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雪草修護精華 喔 喔 它也太 它們超用心的 它竟然有這個 是那個 毛孔爽膚棉 攜帶盒耶 就是你可以攜帶 不用一大罐這樣帶出去耶 它裡面還有夾子 欸這個設計超棒的 我喜歡 裡面是送很多 東西 欸還有是什麼 旅行包 裡面還有東西喔 還有送就是 好多的東西喔 這個是送的 就是這罐 買的果酸 這個好用 總共我是買了 兩罐的 積雪草 綠色的 兩罐積雪草 兩罐的那個 2.0 升級版 藍色2.0 這邊有寫2.0 這個 每次開箱都會有一種療癒的感覺